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矩形的OABCR 那A是80 C的話是06 這是一個矩形 然後現在它說過這個54的直線 要將這個矩形的面積平分欄 求直線 L它的協力多少 我們知道你要把一個矩形的面積平分的話 那這一條直線 一定要通過矩形的中心點 因為矩形它是中心對稱 中心對稱就是說 這裡一點的話 可以對稱於這裡一點 這裡能夠找到一點的話 它的那個 這個對稱點 也一定是在這個矩形上面 也就是說這個矩形的話 我給它轉180度的話 還是變成Mina的樣子 也就是說你把它轉180度的話 這一段會變成這一段 那這一段會變成這一段 那這兩個T型的面積就一樣 上底加下底 會跟上底加下底一樣 所以這兩個面積就會一樣 也就是說 你要分割一個矩形的話 這個直線 一定要通過這個中心點 通過中心點的直線 它一定能夠平分這個矩形的面積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就讓這個直線通過中心點 而且通過這一點 兩點決定一條直線 那這一條直線我就被決定了 那這一條直線的協力呢 也就知道了 好 那這個中心點的話 座標在哪裡 就是這個的中點 這個中點的話 這個我們就說 ADCD好了 D 這是8加0除以二是4 那外座標 外座標是6 這0 6加0除以二的話是3 就中心點 就對稱點 那個對稱中心 它的點是43 跟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的協力找出來 這協力的話 你就用兩點就可以決定 這一條直線的協力 他要求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的話 我們用2點4來做 就y-3 等於這個協力 協力是4-3是1 5-4的話也是1 然後這x-4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x-4 減掉多少 y-3等於0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條直線都找出來了 x-y 他獲得這種 5-4加3是5-1 所以是x-y-1